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块来 看看这个牡丹根部的修剪 随着进入秋季,大家都进入 移栽牡丹的繁忙季节 那这个牡丹的移栽 那就少不了要修整它们的根 这个牡丹移栽好以后,你可能种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那怎么样 这个根部修剪是非常关键,对它们以后的生长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就针对这颗比较大的裸根牡丹 我就修剪让大家看 对根部修剪,大家有的时候就有点 不习惯,就是认为 这个根部乱七八糟的,像蜘蛛网一样的 无从下手 其实我们这样 先从粗的粗根和 粗的侧根开始 捡起 那么先从头 往后看 那么受伤的严重的,烂的受伤严重的 都是从根头开始的 看到没有 刚才我剪的两根侧根 比较粗的侧根怎么样 包括这根 比较细的侧根 都是从根头开始的 所以我们说 从 粗根下手 从头 往后检查 检查看到没有 从头往后检查 你看 这里段 检查到干干净净的地方 好 就是要有效段 我们就有效段 看到没有 这一段 黑了 那么 也是怎么样 从有效段把它剪了 前面就不考虑了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讲是从粗根找手开始 那么从 根的头 往后检查 凡 有烂的 地方 全部把它剪掉 那么前面我们在挖出来的时候呢 前面的根头 创口很 乱七八糟的 这都不容易生根 都得把它剪掉 像这种侧根 小的侧根完全可以后面剪 反正你顺手剪了就剪了 那么我们就是 须根是不考虑 须根本来寿命又短 我们只要是让它 剪完以后让它长须根才好 那你像我们说有效段 这一剪了第一刀怎么样 这个地方 还没效 就是还有烂口 再加一刀 所以 其实也很 很好剪 就是思路很简单 那 都是 从头往后 这一看 两三个都不行了 前面头怎么样 就往后剪 往后剪 这么留 这个 看它们头不好了 就往后看 看到这个烂的 烂的以后 再往上来 移上来 就把它剪了就行了 其实也是蛮 蛮容易的 就是说 那一遍剪的不够 那么我们怎么样 再来第二遍 第三遍 慢慢慢慢剪 剪的就 不会把根的理得很清楚 你看这个上面都是黑的 看到没有 那么找到有效段 怎么在这个创口的地方的下边 这个提上去半寸一寸的地方把它剪掉 这一段 你看看到没有 那个黑的那个段在那里 我们剪到夹的地方怎么样 那么就是 坏的地方开始 那么再往下 一个半寸 剪掉 这些侧根 剪掉剪掉 前面头都黑了 是不是很简单 看到了这地方都是 把这些侧根剪了就行了 所以 看上去挺复杂的一团乱麻 但是怎么样 只要剪一遍 心里就有底了 这些 我们面对的这两个有分叉的粗根 很明显的都是黑乎乎烂烂的 那这些怎么样 都是一下子把它剪掉就行了 你看到 这一下下来以后 找到怎么 生长比较健康的段 怎么样 在下面把它一刀剪了就行了 干干净的你切口 这个地方都是有效的 这些侧 侧根 好大家看到 我们这根 这根烂根 我们当然必须得剪掉 在这里剪掉 清楚一点 这点剪掉 接下来就是这根根 这根根我们剪了一段在前面 但是后边没仔细看 这个根怎么样 过来以后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是受过伤的 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剪到夹的地方怎么样 又是和 我们这根根怎么样 这两根根是重叠根 所以呢 不能留 两根根里面必须要去掉一根根 那么 因为这个长大以后 这两个重叠根 缠绕在一块儿呢 并没有什么好处 特别是这里你看 这个地方烂的比较多 好吧 那么我就会怎么样 我们这里剪了一刀 这慢慢退回来 这里受了伤 怎么样 我想可能是要在至少要在这个地方剪掉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剪掉来带走了几个烂根 一些好根也带走了 一些烂根也带走了 但是 我相信 这样子剪下来以后这里干干净净的 比较 就会疏散 那么还是对这个牡丹的 这个今后的发展还是有好处 这个烂根 对吧 剪掉 所以有的时候是一步一步剪 剪了前边又看到后边 那么 就拿个合理就往哪里走 这里是烂根 剪掉 这些缠绕在一块儿的可能都是得 都是得剪掉 这些前面根尖都受了伤的 都把它剪掉 这里都烂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我们是 我把它烂的剪掉可能更清楚一点 这是块主根 当时是 可能是劈下来一块 还是弄的时候 断了一块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个接子 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的 好吧 这样它裸露在那儿就行了 这一段可能我就不想要了 卷掉 反正这个根头的地方受过伤的 有烂的迹象的 在我们在秋天在移栽的时候 就是趁机把它全部剪了 就没问题了 这根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秋天移栽的时候比较方便呢 就是这样 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我不一一细节上面再剪了 好吧 我们再看看上边 这棵树的上边我们要修剪一下 怎么修剪 我们修剪完了根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怎么修剪这棵牡丹的上边 这种比较大的牡丹 它 常年累月 有的时候在地底下 是比较枝比较多 死枝也比较多 所以剪的时候 大家就是说要分析一下 像这一棵牡丹 我们总体看一下 根剪了以后 这两个组织看到没有 这一根组织 我摸到这根 和这根组织怎么样 底下这根组织 这两个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已经 基本上上端已经非常弱了 所以这些组织基本上都不能要 我会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底下有一个 它当时出来的脚牙 我会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它们剪掉 剪掉这一颗 大家看看啊 这是不是 上面的牙也都黑了 本身也 也非常弱 这根枝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啊 上面的叶子也稀稀拉拉的 枯死了许多枝 这底下怎么样 这个当然是一个 当时发的脚牙 这底下还有一个牙 看到没有 它也有一个牙在这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利用它底下这个 当时长出来的一个 这个小脚牙 弱弱的 但是上面还有叶子呢 作为气点 我们还是这样 把它上面从这里剪掉 好 大家看到啊 剪掉了 剪掉了 这样子怎么样 就两根组织剪下来了 那么 但是这两根组织呢 都没有完全放弃 这是怎么样 这接口 这有 这有一个 牙点 这有个气点 这个以后 不一定要这些小枝 但是呢 暂时在秋天的时候呢 它们还有一些 掉住底下的这个光合作用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它 其实底下还是有很多牙的 就是看不见的 就这个地方 这个它的根茎上面 这个还是有很多牙的 到时候会 如果你腹撞以后 它还会萌发出来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更简单了 四根组织 剪掉两根 还有两根 那这两根呢 就是比较难处理了 那这里有 大家这个剪的时候 思路都不一样 有些呢可能就从这开始剪 就也是利用它底下一个气眼 对吧 有些呢可能从这剪 有些呢可能从这剪 就是 基本上是就平查了 就是给它明年这个 明年春天 就是这些 这些底下的根 发了虚根以后 掉动底下的根 往上供营养 完了以后呢 给它明年春天发芽的时候呢 就是 都是从底下 上来的 那 我可能 不会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也是好办法啊 我可能不会采取这个办法 因为我们加拿大 实在是太冷了 长一根枝呢 可能真的不容易 我会在两根组织上面怎么样 留一颗更健壮的 把剪掉一个组织 再剪掉一个组织 再留更健壮的 留多一点叶子来调动底下的根 因为我觉得这颗牡丹 实在是太弱了 那么 等它明年真的 腹壮了活了 那么我们再把上面这根组织 剪了以后怎么样 也不晚 那么 我就不一一处理了 大概思路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牡丹的根部 怎么修剪 完了以后带动我们上面这些枝条怎么修剪这个思路 大概都是这种思路了 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风格有时候不一样 那么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种起来 种起来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 旧活这颗 这个大的牡丹 不是旧活的 富壮的 还是很有希望的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拜拜